大家好,我是我爱阿猪阿子 今天是2019年11月24号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我再做一期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节目 今天是第16期 昨天把日期说错了 昨天是11月23号还是什么的 反正昨天,今天是星期天 昨天说成了星期天 也好像是没对 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天 今天我做的题目就是 登促王仪向王立强学习向FBI投诚 今天这个题目这是个特别节目 这是不正经的特别节目 就是登促王仪向王立强学习向FBI投诚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那天刚好做那个猜测王仪是出来了 还是留在国内的那个节目 就马上就发现那个有个中国的建队叫王立强 现在你们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 王立强就向澳门的 不是,向澳大利亚的那个情报部门投诚了 投诚了,他披露了一些消息 我看了一下就是他披露的消息他主要是在香港工作嘛 然后他们又控制台湾的大选 台湾大选他提到了要向那些庙宇啊 然后做一些宣传 但是他们又提到教会 他们又提到教会 所以说如果他说的情况是事实啊 那么他就是和就是像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应该和他们的那个部门呢没什么关系 他说他是什么部啊 是总参啊还是什么部 应该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和他们没有关系 我的推测耶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应该属于统战部和那个宗教局 他们不是属于总参 他们是过世独立的系统 你想他们的系统你看 王立强他说的是他们是控制台湾的庙宇嘛 他没有说教会 没有说教会 所以说如果他说的真的 我想他这点可能是真的 因为他们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假的 因为他要把一些从来没有批诺过的消息 比如说控制教会的这个计划 他就一直掩盖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从这里我可以推测出来 可能就是的确是控制教会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和他们的那个部门呢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说他就没有提 但是后续他会报什么料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我们推测至少明面上 有哪些人比较关键呢 一个就是刘通书 一个当时国内的赵小人说了他本来是国内 刘通书也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 是他在整国这些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张前进 张前进这是刘刚揭露的 他是末后的以前的基督徒论坛 他从来不在基督徒论坛 外面 然后张前进来就必须涉及到一个周峰索的人 周峰索当然他以前是搞民运的嘛 他也是基督徒而且他也推那个唐春龙哈 而且张前进刘刚揭露张前进的时候啊 中共说还要劝刘刚把张前进的那个揭露文章给下下来 被刘刚拒绝了哈 由于刘刚的揭露张前进就就在美国待不下载就回国了哈 所以说可能是不同的部门 至少和王立强 我没有看到王立强要揭露他们去控制台湾的教会哈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登出王仪向王立强学习哈 也向美国情报部门投诚哈 因为这是完全是不真经的一个谈话哈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我上期说过哈 作为王仪他还是肯定还是想出来 但是他们以前基督教合修控制计划啊 给他的任务啊 他应该是在国内控制家庭教会嘛 所以说你们就看他这个案子啊 所以说我上期的推测 王仪留在国内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现在我要登出他向FBI投诚 也就是出来吧 因为投诚之后啊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他就不用 第一个好处他就不用装神弄鬼了 他就不用装神弄鬼了 然后他就可以心理上有所平安 而且他在美国投诚之后 他就生活在美国 他也不会在国内那个了 不会在国内受那个演戏啊 不要在国内受那个鼠疫的传染啊 还有在国内的话 演戏嘛 还得那个周围打黄盖 还得打一下嘛 屁股必须打留学了之后才算数嘛 当然了王仪他其实没人挨什么打 你看见没有 我那天把找到了 他和他太太你看没有 非常之潇洒 还手牵手在做了个pose 还照相 表明什么 表明共产党并没有折磨他 你看没有 并没有折磨他 从网上看的消息来说 都是他还可以啊 还是可以 可能是不是体重减了一点 有一个说他减了三十斤 我不知道 反他这个胖子减一点也无所谓啊 但是从这个上面看起来 他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折磨啊 他不像有一个人以前坐到牢之后 手脚举起双手手和脚的全是硬质 全是被折磨的变形呢 他是没有的当然没有 因为他本身就是为党工作啊 这是我们的分析 他为党工作的 当然是为党工作啊 当然是为党哪个部门 那就不知道啊 现在看来 他们的计划是受了一些挫折 有一些挫折 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啊 是直接了当啊 不再玩这个阴谋诡计 不再玩这种阴谋诡计啊 这个阴谋诡计演起来很复杂 发钱发力啊 费钱费力啊 又起不了多大效果 最主要是他暴露了 暴露在眼有什么意思啊 就没什么意思啊 暴露在眼就相当于小丑 让大家在网上看 所以说他投降的第一个好处啊 就是他可以安心的美国生活啊 第二个好处啊就是 哎 他有可能就是得到了上帝的原谅 因为他投降了嘛 他悔改了嘛啊 上帝的原谅 他有可能有可能 以后会真的信主 不然他的国内 他会一根筋到底 他最后就是 肯定是下地狱了 第三个好处啊 那就是我说 对基督徒来说啊 上当受骗的人 就认清了他的项目 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那么其实就是挽救了 那些上当受骗的人啊 这是第三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 所以说我是登出他 赶快向王立强学习啊 向FBI投诚啊 当然第一步 必须复习就把它弄出来 还好 还有第四个好处啊 我不知道有 还有没有 他可以写回忆录 写他怎样 怎样就是说 专属家庭教会的 怎样专属家庭教会的 然后他卖版权 他就凭这一本书 我想中国基督徒这么多 再向他上当受骗的人 那么多 他现在反个一击的话 我想很肯定大部分的 他以前上当受骗的基督徒 都会买他的书 这样他可以挣一笔稿费 那么他的后半生就身后无忧了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说这是他的好处 当然也有坏处 坏处就是他现在不能接受 上当受骗的基督徒的 就是什么 就是膜拜了 不能到教皇了 就是没有人再崇拜 他了 这是坏处 第二个坏处 就是共产党要追杀他 有可能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 不是那么很大 因为他在美国 他作为证人保护 作为污点证人 他肯定会保护他的平安 所以说这个也还可以 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至少他不能回中国了 然后这就是 然后第三个坏处 暂时我还没有想到 反正是说 我认为他想FBI投诚之后 他的好处应该是 大于他的坏处 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投诚了之后 就极有可能 当然他如果不信耶稣的话 还是不行 他极有可能会得到 上帝的原谅 最大的好处 第二个 他可以把他卧底的精力 全部写出来 怎么策划的写出来之外 写成一本书 可以卖稿 挣稿费 他的生活 下面的生活 就无忧了 然后其实最大的坏处 就是他没有办法 得到那个 那个基督徒的摸底崇拜 没有 得不到别人的崇拜了 就是没有办法 做一个教坊 高高在上的那种 爽的感觉就没有了 这就是 但是总比他在 在那个国内 做甲状 做奸还要好些 做奸嘛 装甲 就像那个 我算什么说的 终于打黄盖吧 你总得打一下 必须打着皮肯肉定 肉 肉定之后 要看见有血 别人才会相信你 所以说 那肯定要受点苦 那是没什么说的了 但是从这个照片上来看来 他并没有怎么受这么苦 好 所以说今天呢 我就做一个节目 这是完全是调侃王爷的 完全是调侃王爷的 正经的节目 我以前都说得很清楚了 我也不想再说了 这样的话 我其实重重复复 已经重复十年了 现在来看来 为王爷说话的人也并不多 就是在推特上 比如说我不停地揭发王爷 也没人来反对 我知道 他们来反对的 我的看法的人 他其实就是自我暴露 自我暴露 我想那些人 他也不会那么傻 只是装着看不见 他们也不会炒任务 也不会转任务 转的 有那么一些傻子 就是认不昧的那个支持者 会在YouTube上来骂我 因为他当然匿名的 骂我无数位 现在我根本也不回了 拿来就直接拉黑 直接拉黑 就是真正的有名的 比如像基电 他当然他不会说 看见我就跑了 这些只要有名望的人 推特上我 基本上看见的 只要有点名气的人 都会把我拉黑了 因为他一旦不拉黑我 看见我发的腿子 就是那些上段说明的粉丝 看见我发的腿子之后 马上就会倒戈 已经有许多人倒戈了 有许多人支持他们的人 至少好几个 都过来看我的 我发的这些视频来 没有胡说八道 我一直说 基督徒要圣识明辩 不要说信了耶稣之后 上帝就保佑你 你就不用动脑子了 你如果不动脑子的话 比如说你开车 你不动脑子肯定会出现 一样的出车后 你一个不动脑子 你从屋顶上走路 走下去 那直接就肯定就会 从屋顶摔死 并不是说信了耶稣之后 好像你人都变成傻了 就傻也不做了 变成机器人 不是 一样的 一样的 还是要动脑筋 要圣识明辩 好 今天就做到这里 今天是完全是调侃王仪 弟兄姊妹们平安 再见